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批防暴警察在集会之前就检查市民的身份证 市民卢先生认为警察是故意挑衅市民希望制造混乱 有参与集会的女学生表示警察想恐吓市民反而会令更多人上街 在场警察被民众不断的指骂香港艺人阮明安表示警察是纠有自取 我们本来都是很相信他们会保护我们香港市民 但是他们每一个的动作每一次的现场的情况 他告诉我们他们现在跟我们市民是为敌 所以我们市民也会做出我们的反应性的进场 看到防暴警察呢他们其实是走入人群中也造成一些混乱 令他非常担心这次集会能不能够成功的进行 那表示呢其实就是其实我们香港的集会一直都是非常和平的 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化解这个 所以呢也跟我们观众们一起唱歌 让荣光归香港 好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香港人反抗 警察机构多次发射催泪弹驱散人群 并出动水炮车及装驾车清场 新唐人记者梁珍 陈忠 香港报导